恐怖的存在 让唐三一脸猛逼 绿小刚被打脸 世界也太疯狂了吧 他的一眼就让你跪下了 绿小刚惊讶地问道 没错 他的目光就像是万箭穿星 让我不由自主地跪下了 唐三脸色难看 老师 你得帮我教训一下 那个狂妄自大的家伙 我去找他 绿小刚没有答应唐三 他想要收那个天才少年为徒 如果他能拥有两个天才少年为徒弟 那他绝对会名杨斗罗大陆 他副手而立 向前走去 小子 有什么事 我本来不想理他 但是他的出现 让我感到心中怒火燃烧 想要抱揍他一顿 我想收你为徒弟 这个突如其来的提议 让我大吃一惊 我根本不知道 这个自称玉小刚的人是谁 更不知道他有什么资格 来收我为徒弟 我不屑地嗤之以鼻 就你能收我为徒弟 我可是49级魂踪 而你只是一个29级的小角色 你有什么资格来教导我 哈哈哈哈 七色的摄友开始嘲笑玉小刚 这个小角色竟然想收我为徒弟 简直是天方夜谭 唐三心中十分不满 他虽然败给了我 但他绝不会让别人 看不起他的老师 他握紧拳头 准备随时出手 你这个废物也配收我为徒弟 我不屑地看着玉小刚 就凭你也想成为我的老师 你简直是笑话 我看着玉小刚 他竟然想要 收一个比他高了20级的魂踪为徒弟 这简直是痴心妄想 小子 你太不自量力了 我看中你的天赋 才想收你为徒 你却敢羞辱我的学生 今天我一定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玉小刚严肃地说道 脚下两个黄色的魂魂缓缓升起 魂力释放 瞬间召唤出一只巨大的魂兽 名为毁灭之龙 猙獰的面孔让人不寒而栗 就凭你 我看你还不够资格 我不屑一顾 看着玉小刚释放的攻击 毁灭之龙 让他见识一下我们的力量 玉小刚大声喊道 放屁如打雷 轰天裂地罗三炮 毁灭之龙发出震耳欲龙的咆哮 随着罗三炮的攻击 整个天地都在颤抖 山石崩裂 黄风暴起 声响巨大 吹得落叶纷飞 灰尘滚滚 玉小刚可以想象得到 毁灭之龙的攻击 完全可以摧毁整个城市 我应该躺在地上了吧 到时他就应该跪在我的脚下 请求我当他的老师了吧 呼呼 当灰尘落定 只见我站得很笔直 纹丝不动 身上衣服无风自动 身上一点伤都没有 头发青杨着 显得阳光帅气 这怎么可能 我的对手大惊 他的自信和傲慢瞬间被击垮 他再也无法抵抗我的力量 确实教不了你 我们有缘再见 我阳光的声音响彻天际 让我的对手心中充满了 无尽的失落和沮丧 他不甘心却又无可奈何 只得转身拉着唐三 快跑 胆敢得罪方公子 简直是自寻死路 面长的声音充满了威严和恐怖 让在场的人都感到了一股冰冷的气息 他转过头来 目光炯炯地盯着玉小刚 你还不快向方公子道歉 他的实力可不是你能够想象的 他之前只是轻轻释放了一下气息 就让我们差点跪下去了 如果你不认错 后果不堪设想 玉小刚感到自己像是掉进了深渊 面对我威严和恐怖 他变得无比没入 他不敢抬头看我 只想赶快道歉并逃离这个可怕的地方 唐三也感到自己的心脏在狂跳 这个年轻的少年竟然有如此恐怖的实力 让他不禁感到畏惧和敬畏 面长的话语让人听了心惊胆战 这个世界上竟然有如此恐怖的存在 让人无法想象 在我的身上 他们感受到了一种强大且不可抗拒的力量 一股令人窒息的压迫感蒙罩在他们身上